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又回到今集討論人口老化和全民保障第二節的內容 剛才聽了這麼多講現在的長者現況的問題 這一節可能到了一些關心的問題 究竟現在聯席提出全民退休保障的方案是怎樣 因為其實現在坊間開始是 尤其是上年之後聽到很多不同的方案 學者或者政黨都有不同的辯解 但現在聯席提出的方案是怎樣 聯席的方案是建議用一個三方公款的方法去做 包括打工仔 僱主 僱主僱員 還有政府都要有承擔 我們理解就是其中一個做法就是 大家一起去集體公款 我們的計算方法就是把現在的長者縱援 還有生股金 再加上如果將僱主和僱員的強積金的公款 將來的公款 它只要在公款中抽取一半 然後將剛才所說的錢 集體在一起 然後重新分配給現在的長者 其實就是可以去到一個水平 我們理解就是去到三千元 每個長者65歲 一到65歲 她就可以拿到三千元的退休金 而我們在這個計算的過程裏 因為都找一些精算的專家去做一些核對和確認 我們理解這盤數去到五十年之後 其實基本上都還是可以穩定的 嗯 其實我手上有一把 就是之前的聯席 他們做一些社區宣傳的時候有把線 什麼地方拿 我沒有扔到之前行動 其實這個圖可能比較簡單 你介紹一下 它可能比較簡單去講了 其實現在的計劃是 財政的來源是從哪裏來的 其實是政府 其實剛才你沒有說企業 那裏 可以選擇企業的部分 因為我們理解企業和僱主 其實都是同一部分 我們理解僱主和公司 其實可能都回歸社會 都做一些供款 另外僱員 剛才說 就是用一個現在正在工作的NPF 看看可否是用一些修例的方法 就嘗試將一些NPF 拿出來 一起供 但是聯席的方案 就不是說去撤銷NPF的制度 只是覺得NPF是可以保留的 只不過NPF的供款率 裡面可不可以做一些調整 而將那些供款 就拿過來搞全民體有保障 這個就是聯席的建議 因為其中有一些考慮就是 就是盡量不動現在現有的一些體制 或者方案 將錢一起重新分配 就是一個收收保保的方法 而聯席也都在做一個方案裡面 其實假設有 也希望有五個原則是做到的 就是剛才說的 每個長者都有份 有人有份 其實現在做到 其實現在一做 是可以持續到五十年 我們現在可以即時受惠 我們覺得五十年 依然都仍是stable 我們覺得可以持續到 我們覺得 還有水平也要足夠 其實三千元是不是足夠 我覺得社會可以討論的 但是問題就是 至少怎樣都會好 現在的縱門的基本金額 因為長者縱門的基本金額 都只有二千多元 三千元我理解 其實之前莫喊基的說法 就是他提過 其實提到三千元這個數字 其實是有一些參考 就是來自工資的中位數 是 三分之一 是 三分之一 而那時候用的 香港的工資中位數 大概是萬一元左右 是的 所以其實是跟回 不是一個 我說三千就是三千的 是有一定的參考指標 是的 但是譬如這樣聽 我即時霸醜癮 說一下我們會慣常 讓我聽到的質疑 甚至是反對的觀點 那可能第一個 譬如周靖新教授 他們會說 我覺得現在 都是的 都是的 都要搞 退休保障 但是第一 為什麼一定要是 全部人都有份呢 如果 政府的原則 就是他們覺得 這些公共的開支 是要給一些有需要的人 為什麼 李嘉誠 都可以有全民退休保障 如果是全民性的原則 第二 如果我們要搞全民退休保障 為什麼我們不是一個完整的方案 而是我們 強制金又搞一下 縱緩又搞一下 在現存的東西 混合一碟 好像四不像 如果是你 你怎麼回應這些問題呢 就是壞 我想 第一個 就是周英新教授 其實 聯直的理解 周英新教授 是支持全民退休保障 但是可能在形式 或者在武器上面 我覺得可以討論 剛才說 為什麼可能很多 相對上有錢人可以拿 為什麼我們都覺得他有份 其實我想 我們是 我想是原則問題 其實大家都 香港的土生土長 大家都貢獻香港社會 其實大家都應該有保障 其二 我想是去年 都有一些情況很明顯 其實有很多 相對上中產 或者叫做有錢的人 其實他去到 林退休那時 他雖然是有一塊錢 但是可能突然 一個經濟下說 他的錢真的沒有了 他整個身家沒有了 香港資金其實 最後的保障可以怎樣 這個我覺得是可以 值得雙確的 第三 我想是 其實 剛才說 有沒有錢 或者其實都涉及家庭的問題 但是我想 家庭的 就算是 現在剛才說的 那些強積金 或者信託人 其實他們自己都會說 開始會說 現在香港人 不供養自己的父母 之前因為有信託人 或者銀行 都委託過 港大做一次調查 就說了 他就說其實有一半的 就是一半的受訪者 是打工仔來的 就覺得父母應該 不要期望自己的兒子 會做公養 其實他們就想 扭轉我們一些的思維 而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而事實上的確 現在的下一代的失業 的確沒有下一代那麼穩定 和高的時候 其實在公養父母方面 都很困難 是啊 甚至可能是我們 二十多歲出頭這些 可能面對的情況 是更加差 不是說 要雲關孔 是啊 所以不是說 不想養我們的老人家 而另外 都可以再補充一件事 其實我們理解 全民在強積金補充的部分 其實某程度上 如果現在馬上推動 一個全民體育保障的方案 去供應 某程度上 其實我們的MPF 在供應我們自己的父母 因為我們自己的父母 退休的時候都是拿的 某程度上 我們在供應他們 所以 我理解那個制度 即是 說供應父母 那樣東西依然是存在的 只不過那個方式 就是 好像集體 是用一個集體的方式去供應 我們經常都很相信 老不老而入人之路 那些 其實我覺得這些方法 就可以實踐到 但是譬如 如果 假設我是一個大公制 我很短視的 我可能會立即問一個問題 就是 為何那些錢 為何我不可以 現在立即用呢 為何我要用一個 這樣跨代工款 甚至是 如果你說集體形式 為何我要幫別人去養他們的父母 為何這些錢不可以 我現在立即用了去呢 可能有這樣的質疑 我想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聯織在用的方案 所有的錢全部都不是 現在的打工制可以拿來用 包括 例如說 獎金頌換 生果金 或者是 一些 剛才說的NPF 其實如果根據現在的體制 全部都是 不會在你打工的時間 可以拿到的 其一 其二就是 剛才供養的問題 我理解都是這樣 就是 某程度上 我們都是供養我們自己的父母 所以 我想 我們應該將那個 目光 我理解就是 對 用這個角度去看 會相對上 合理一些 我覺得 那 換個角度 現在說的 跨代工款 有些人說 好像違反了 所謂 中國人社會 中國人社會其實是不合理的 就是這種做法 因為其實 中國人社會就是 一個家庭 核心家庭的形式去支持 他們上一代 就不是一種 全民性的社會制度 去處理這個問題 當然 其實這個問題 一聽就覺得 沒有說是否適合的 其實現在 我們看到設施 社會的形勢是怎樣的 但是這個也牽涉 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不要說這些文化 傳統價值的問題 就是 可能有些經濟學上的一些質疑 我們下一節 可能回去繼續討論 經濟方面的一些質疑和反對的聲音